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这个建筑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艺术家 或者是一般都是戴这种绿色眼镜 绿色圆的眼镜 这个圆的眼镜还有段故事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代的建筑师 他是个瑞士人主要在巴黎工作 叫勒科布歇 他这个细节我不知道 他有一次就在威尼斯就逛了一家店 这家店的老板 当然也就是店名 居然就叫都市 叫Urbani 然后他们俩不知道怎么就说去了 就觉得这眼镜 就是这建筑师我们也是设计 不是也得推销 就说你这眼镜这都不行 我给你招呼吧 他就设计了 咱们看从贝以明 有好多建筑师都戴着那大宽边的黑的圆眼镜 都是猫头鹰 对 猫头鹰 然后当然我这个请大家注意 就是实际上它是有点 它不是有点事 完全卡通化 对 对这建筑这事说明不够 心不够成 好多心特别成的 都是戴下那个猫头鹰 戴有自嘲感觉的 真是他一个有一个的范 你叫我有一回在成都武侯祠主持一晚会 那现场直播的 然后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 太寸了 我访问一个人 突然间这个人不说话了 眼睛指头看着我 原来是一个眼镜片 蹦一下 出来了 因为你自己感觉不吞 你觉得我觉得眼前一见凉风 这人不说话了 他看一主持人眼镜片蹦出来了 好玩 你们俩都是对眼镜有情意结的 没错 他收集眼镜框 你也收集眼镜框 没错 我30多副眼镜 他有30多副 我这个还差一点 还差点 我对这个美咱们有兴趣吗 眼镜架的各种各样的设计 我挺喜欢 要不人家说看我这脸就像是 不戴眼镜就不对劲了 好像成了我脸上一器官了 但是我跟你说 艺术家里头 你看有的是那种挺不修边幅的那种 建筑师我看见的 各个都是精心刻画自己形象的 没错 而且不是那种尖叫 感觉比他设计的楼都重要 绝对 绝对 那楼嘛 凑合凑合 反正别人住的事 你比如说就像你们俩 这皱巴皱巴衬衫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应该解释解释 这皱巴皱巴衬衫是怎么回事 而且这么不约儿童的就 有缘吗 缘分 头缘一看 今天皱一块去了 要不你先说 我先引用一下 我爸爸的观点 我爸爸说你还有脸出门 人说的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邋遢 因为这种衣服 你洗完了之后 你还得拧起来 拧起来 人家配两根绳 捆住就得这么皱 是 我跟你讲我这故事 因为我也是 所有设计的事 咱们都去瞎瞎 看看 琢磨琢磨 他实际上就这个设计师 他就是为旅行设计 他最早的初衷 他觉得旅行 现在人旅行多了 要烫衣服什么的 特别麻烦 索性就倒着走 就让他皱得有意思了 也就不用唱了 可是我穿着衣服 我就记得以前有一同事 我当时在美国 又是一个学校教书 我一穿着衣服 当然他也半开玩笑 昨天晚上又穿着衣服 就睡觉了 可是他说的这个状态 当然在家我当然不会 可是现在 我已经出来 在路上五天了 坐飞机 那长的飞机十几个小时 就是穿着衣服是一样 对 这就不用运了 对 这就是不用运了 所以咱不如聊聊 黄姐 这大建筑师 你说他就是个购物狂 你看 你看他身上是有脚的 你摸摸他那外套 哎呦 还真是 是吧 纱布似的 对 好几层 是是是 好几层纱布搁着一块的 就是说 你看他那头发 那个形 他那眼睛 这有讲究了 对 这个头 我都忘了谁给写叫 西瓜泰拉 西瓜泰拉 还真像 这有点走日本范儿的 对 就这个建筑师的话 都是特别有脚的 这些 而且他还有一个 他的同行 原来是在我们七九八折腾 他是穿衣服 你是说什么 有一套 怎么着 他这个人 他就是年纪稍微大点 他六 六十五六岁 所以在六十年代 这时候 就是当西批士 然后当左派 是这么一个背景 他是穿旧衣服 是穿 看上去脏兮兮的 不能干净的 就太自然阶级了 脏兮兮的 一套白西装 就是现在 而且是永远是这套白西装 永远是这套 就是我当时 因为他挺出名的 在加州 我就好奇 他是穿的 永远是那一套衣服 还是他也换 后来终于揭秘了 是因为他来北京 我去旅馆里找的 这些人特别不合适 人家隐私 闭除着门 开着挂着四套 藏兮兮的白西装 还真是 我认识 你看我们都有一个朋友 叫画家 刘丹 他就是 同一款式的衬衫 五十件 所以他任何时候穿的 都是一样的 当年有人在美国 初次见到他 说这是什么人戴着个礼帽 组织一文明棍 他就是有点那么个份 他得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衬衫外套 然后天天都是这一身 实际他换 这个画家建筑家 你看他对自己形象有设计 如果说你们大家有可能给他的鞋 再来一个特鞋 特鞋 那咱们应该一人生意 我也来一个特鞋 我这双鞋呢 就是跟着张永和去柏林雪拼 就是我就这么说吧 现如今啊 名牌就满街都是 对吧 那如果说你想穿出点风格来 你就得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那这个的事呢 如果说有人是追这个呢 就得要跟着张太师 一块去雪拼 为什么呢 他就知道这种小的各大城市 就不管是北京 还是东京 还是柏林 还是纽约 还是什么伦敦 什么这些小地方 就是那种设计隐藏在秘密的 胡同里的弄堂里头的小设计师的东西 所以穿出来呢 就肯定不会有这种时尚类的事故 你比如说他那鞋和我这鞋 就是我跟着他到柏林去雪拼 拼出来的 天哪 你作为一个建筑师 怎么这么不务正业呢 整天两个购物旅游团到头转 忙里脱鞋 而且你觉不觉得这买东西啊 Shopping啊 其实很值得一流 它能嗨 这个其实这个还 我还有理论基础 就是说这个购物呢 就是城市的起源 当年呢 就一十字路口 这当年就是得推个 一个城市的最早 就是十字路口 三年前就是一集市 然后集市反正是 这站着几六人啊 把你是你们家可能种的白鼠 拿来了 然后换上他们家种的什么 老玉米 交换 那就是购物 之后呢 当然就不是农产品了 对吧 然后当然是 这个就所以购物城市呢 还要就又加了一个东西 就是设计 如果没有城市经验 要没有购物 就没设计 没设计就没有 就是那个 metrosexuals 怎么翻译 都市郁男 有这张这么恶心 就是这种 小男人啊 这种挺心情细的 爱穿的 我这肯定得的 就说我的嘛 说我的不就是小男人了嘛 不就是都市郁男 就叫都市郁男 他就整个这个当代都市文化 这几个因素紧密相连 他要不是教授啊 对 干点什么不正当的事 他都有办法让他正当 你就知道 别人咱们这个消费 回来可能有点内疚 就像你说的 像他血拼完了 没有内疚 他就是研究 他有理论基础 为什么他要花大量大量的钱 到各个城市去血拼 这玩意很容易引起仇富心理 我前两天还听一女的说 就是说 这玩意不同财富水平的人 是不能在一块聊天 他说 然后在我身边坐着俩女的 你跟他们交朋友 但是他们一聊天都说 哎呀 我巴黎的那个包啊 什么订购的 有购的 怎么过来 五万块钱 太便宜了 什么那个 这我得我得要四万块钱 他说天哪 我最多就买几千块钱的一个包啊 我就根本没法聊 这你错 什么呢 他去的那些店并不贵 但是就是设计师的小 有贵的 您得有知识 有知识 当然他实际上也没有必要 比较这些鞋 也没有必要 他又没有能力 上红黄杂志上登广告 嗯 那就是等于他 他上不了任何大杂志登广告 那你 更不要说在凤凰卫视 走 那你怎么知道他呢 可是某某电影明星那天 正 咱们在去柏林去鞋店的路上还给你发短信息啊 嗯 发什么短信息啊 那个张子录音 嗯 正好在北京 然后我们正好在那买鞋的时候 然后就在那说起来这鞋 然后就说给他带一双鞋 就也要叫这牌的鞋 所以这就是一个 当然他并不是故意的构成这个信息的渠道 他就不是这个主流的 所以对设计师来讲 明星特别重要 还有像你这样的主持人 怎么讲 因为如果说这真的是在国外的话 我是一个小设计师 我想出名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大明星穿我的衣服 我是血本的赔进去 也要让比如说奥斯卡 走红地毯 那这设计师就基本上疯了似的 去抢那几个大明星 谁穿谁的衣服 然后这些大明星也知道 他经常就是他们看到小设计师的时候 就喜欢的话 就他这么一穿就给穿出来了 对 我整天就常去那个眼镜店 我整天跟那一银 我说他怎么不找我代言 我这么爱戴他这眼镜 所以你应该去 你愿意看 好好说个说个 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你们这购物事业都发展到俱乐部的水平了 这个 我们正在 有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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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就是这个 就是志同道合 跟干革命 其实是一码事 我们绝对不要把雪拼看成一个小事 雪拼是一个大事 就跟干革命是一样的 而且 要拼出水平来的话 对 这个我洪幻插一句 他就男同志 不是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男人 男人 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男的 这穿衣服 可能更重要是自得其乐 因为大家有时候工作需要了 大家就是不同工作 实际上你那个穿衣服啊 也可能很好 也可能 都是制服 就说等于像他有一个社会 对你穿衣服有一个期望 反正你就那么穿了 有人也看上去挺好 可是那个呢 其实都不太享受 享受是什么呢 就是就等于就是玩嘛 对吧 就是瞎琢磨 就穿 就是有时候可能很不沾边 反正那就你就得想着 你看着他难受 你别看 我开心 就是这么一档的事 还有的人是我穿着难受 你看着我难受了 我更开心 我就是穿着让你难受了 你知道人那天聊什么呢 说这个 是金平梅里说的吧 就是说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好啊 说有五个字啊 叫攀驴邓小贤呢 但其中这个小 当然可能有正确的解释 但是人家有一种解释说啊 就说这个有魅力的这个男人呢 他这些是小男人 所谓这小男人就是说 不是大丈夫 哎 他知情知趣 知道美 一些小东西 淘淘弄弄 有一些生活的小乐趣 这不大家玩的才开心吗 所以我相来认为 就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而且每一个女人必须要有的一个朋友 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时候的话 就是一个男同性恋的朋友 我就想说 这电视上能说性的事吗 能 我们这儿有其能 有老大在这儿 有老大在这儿 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定义的这事 就是这男的当到最后一境界 就除了不是同性恋 全是同性恋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和购物习惯 已经完全和同性恋一样了 但是他是个异性恋 这种男的 是个竞技 是宝 是宝 因为一般还会做饭 对吧 然后就是从购物旅游什么 对生活的细节很关注 一般大丈夫 那得要干大事的 对吧 是吧 就是说要要干点 就是有利于人民 有利于国家的事 对对对 怎么能天天待着家里头 就就琢磨着点吃喝 穿吃就穿衣服这点事呢 嗯 但是实际上最讨女人喜欢的 是这样的吗 是你就说那小 哎 就是啊 而且这东西 为什么就跟同性恋 天然发生联系呢 哈哈哈哈 哈哈 这我觉得就是同性恋的话 至少我的感觉哈 他是男人里头比较敏感的 对一类人 而且呢 他对细节特别敏感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纽约上班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黑人同性恋的朋友 嗯 他吧 就跟我一块出去买东西去吧 他能看到很小的细节 就比如说是他 就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上班 也是非常 就是非常 非常乏味的那种上班 就需要套装制服 因为那时候我在一贸易公司 然后呢 而且是德国人的贸易公司 所以就 非常要严肃的 但是他永远可以 他说 哦 晃 黑西装 不是黑西装 a black suit is not really a black suit 然后他就说 有这种样的黑西装 有这种样的黑西装 这个是这么掐腰 那个是这么掐腰 你的身材 他能给你特别细的 包括这个 这个衣服是几片 就是这个衣服用点材上头 用几片拼的 能够更显你的腰身 他都知道 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跟他去血拼 那基本上 首先是有一个太师 或者天师在那儿 带着你去玩这个东西 第二的话 你买回来的东西 那绝对 真的是穿着身上 就是比 所以我就觉得 真是需要这个认识一下 同性恋对于人类生活的伟大贡献 真是 我对人类文化 文化的文化 因为我最近看了本书 我才发现 现代我们所谓的娱乐方式 去酒吧 什么蹦迪 包括这种 这什么电子舞曲 电子音乐 最早在纽约 都是同性恋者聚会在一起 他们这么玩的 你明白 就是现在你的很多玩法 现在已经普及了的很多玩法 实际上在最早 作为一种叛逆的形象出现 是同性恋的聚居区里边 这么玩出来 到最后大行于全世界 我上的美国大学 叫Vasser 他就是全美国最著名的 男同性恋最多的一个学校 原来是女子大学 原来是一个女校 贵族女校 原来是 然后因为他是全美国 因为美国人不是好玩橄榄球吗 橄榄球是那种男性荷尔蒙的 对 橄榄的象征 我们是全美国大学里头 非常骄傲的说 我们是全美国大学里头 唯一一个没有橄榄球队的 没人参加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 就是所有的 那个时候 在纽约的一些男孩子 就是异性恋的男孩子 如果说花翅 就特 就花花公子的话 特别喜欢上我们学校 他根本不用追女孩 女生在他宿舍面前排队 哎呦天 有那好事 就是 你把你们学校地址一会儿留下来 是有八成理工学院吗 不在乡 不去 要去哪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将来世界和平的希望 就在同志们的身上 同志们的身上 因为原来男性传统带着那些价值观点 认重道远 人还是比较暴力 就包括橄榄球 这不都是暴力吗 对对对 但是你像你是建筑师 这个好多同性恋者也是建筑师 特别多 搞设计的 搞艺术的 对对对 这也有关系吗 这也特别有关系 他实际上就是说那种敏感性 就实际上在这个生活里 这个男人女人扮演的角色 跟以前不一样 不是那种鲜明的 对吧 就是女的就去温柔去 男的就去暴力去 所以本来就几乎大家全都是 就是女里有男 男里有女 尽管你对吧 就是性倾向 其实也有 也是有各种程度的 对吧 女人体内也有雄性激素的 没有 这是很 就是美国有一个 其实都拍成电影了 有一个叫Kinsley Report 这Kinsley呢 是美国50年代的一个科学家 他原来是生物学家 然后他从小就是特别性压抑 因为他爸爸的话 是就是对他来讲的话 管得特别特别的 就是他爸爸是那种很保守的那种 包括意淫啊 这些东西是绝对是要 使劲打对吧 你怎么看得见呢 就是他爸爸 当然有些东西他还是 我就知道你这种想什么呢 超出的意义的一部分 然后他就去做这个性研究 他这性研究 他就研究出来 就是每一个人 他通过好像踩的标本 也是巨多在美国访谈类的踩标本 然后就是说 每个女人和每个男人 都有同性恋的倾向 只不过是在你生理上头的话 是占比例的多少 就有的人占的比例高 他就会暴露的比较多一点 还有我跟你说 可惜我那张图不知道 是什么呢 是五张脸 最顶上那个 是一个特别男性 有脚 脖子 脖子比头还粗 然后底下一个特女性的 然后就越靠中间这个 但是都是男的 不是 就是一等于上头是男 底下是女 中间就是这个男女 就是女中带男 男中带女 最中间这也许是七张脸 就已经男 就是女都不是 分不太出来 他到底往哪边 他是什么 心理学家拿了这个图 给大家看 就是说 给男人看 女人看 就说你哪张脸 你喜欢这个人 嗯 结果就是特别强男性那个 喜欢人最少 那个很女性的到很多人喜欢 这等于这个中性的 喜欢人特多 哦 对 这个阴阳合一 阴阳合一 你去问凤凰卫视 他们挑你之前 是不是也看得同样的 你问你问什么 我问你这意思 说 凤凰卫视 没准 有人家是北大毕业的 上过我那课 上过你那课 完了策划的时候 说咱得找一个中性的 这凤凰卫视 有一回做节目 做你这位置 香港那个导演 叫林一华的 他是公开的这个 同志嘛 我本来向着人家说话 我向着他说话 我说其实同志着 我也可以是同志 对我来说 只不过就是个 咬牙一斗脚的事 结果人家林导演说 有那么难吗 哈哈哈哈